三十一律瑞星,第三個星際闖入者,在略過太陽近日點後,無星無色地隱身太陽背後,進入七黑盲區,讓全球天文台陷入不安的沉默。 這個從銀河口盤彈出的訪客,直徑二十公里,軌道離心率高達6.1374,過剩速度五十八公里每秒,由發現以來,就已經搞亂人類對彗星的認知,逆行軌道近偏離地球平面五度,高小二峰度8.0,綠色液晶氣而內,氏玉,四隻出現在人類工業的化合物。 同返向瑞尾,這些異常,撕裂了牛頓定律和化學均衡。 哈佛天文學家阿維,勒布,Evilope,教授在Media文章中警告,這個瑞星的勒布量表,Lope Scale,等級2升到4,人工起源可能性高達20%。 但更令人心寒的是,11月8日後,它從太陽背後浮現,現在距離太陽1.55天文單位,亮度9.5等級,用葉如望遠鏡在處女座就能捕捉到瑞星的綠藍光芒。 11月16日,日本天文攝影師Satole Murata運用望遠鏡拍到畫面,顯示他突然加速逃離,速度維持55至60公里每秒,彷彿在嘲笑人類的追蹤。 而這實直播最新分享對三馬一粒瑞星見解。 支持夜幕怪星製作,記得訂閱、點讚、留言、分享。 當三馬一粒瑞星從太陽背後緩緩浮現,全球天文台注視,科學家仍視著這個訪客,它不止返回,更帶來前所未見的變化,讓原本的謎團變得更深不可測。 最早11月14日至18日的更新,這段是關鍵轉折時間,瑞星從近日點1點36天文單位的太陽烈焰中行傳,軌道穩定,但數據顯示他在太陽背後受干擾期間,彷彿經歷一場隱備轉變。 首個突破,是新圖像的湧現,在11月中旬發布的高解式影像,捕捉到碎尾延長度超過200萬公里,離子尾如蛇身彎曲,指向太陽的反尾再重現,長達18萬公里,塵埃噴射速率翻倍到每秒120公斤,這個反尾不止美麗,更似在抵抗太陽風,違反了輻射壓定律。 這些影像,來自智利甚大望遠鏡,VLT,和虛擬望遠鏡項,Virtual Telescope Project 的掃描,顯示瑞核表面出現新噴流,綠藍光芒閃爍,暗視內部物質在近日點高溫下劇烈反應。 接著,火星軌道氣數據帶來第二個震撼,11月17日報道,歐洲太空總署的Mars Express 和 ExoMars 探測器,從10月3日瑞星略過火星軌道,距離 2900萬公里,後,持續提供實時光譜,軌道精度提升10倍,無任何偏差,美國太空總署 NASA 和歐洲太空總署 ESA 和歐洲太空總署 ESA 聯合確認,瑞星維持逆行路徑,垂直速度加18.5公里每秒,起源銀河口盤的證據更堅實。 這些數據,不止精準到0.001度,更捕捉到瑞星在火星磁場邊緣的微弱互動,釋放出罕見的青化物,先於涅晶氣發射,這個順序,此人造吹化劑不自然,令火星快車的科學家在報告中寫道,這些不像自然瑞星,更像有節奏的默動。 第三個發展,是異常光度變化,瑞星重新出現時,光度突然增強10倍,從10等跳到9.5等。 11月14日之《無斯維白太空望遠鏡》的掃描顯示,這個爆發源自瑞核表面物質進一步蒸發,近日點高溫,瑞星瀉爾冰層融化,釋放出大量氣體和塵埃。 每小時噴射相當於一架小型飛機的重量,但更不安的是另一可能,瑞核碎裂。 Space.com 在文章中指出,影像顯示瑞核邊緣有微裂紋,釋放出不規則塵雲,這個碎裂跡象,類似在近日點後分裂成的情況,但三馬日律上未完全粉碎,只有表面剝落,導致亮度波動似心跳,間歇增強光度後右轉暗淡。 全球搜尋地外文明計劃,Seddy 團隊以擴大無線電掃描,一至十千兆黑頻段捕捉微弱密充,密充此加密訊號,或是自然噪音。 11月18日The Skylift 星圖顯示,瑞星在處女座移動,速度未減。 每張新影像,透出更多未知陰影,瑞星不止在逃離,更此告訴人類面對星空的恐懼。 11月19日,NASA在一場直播中為全球天文愛好者提供最新的科學更新,講述三馬日律瑞星在穿越太陽背後的最新觀測結果,並分享他們對瑞星異常行為的見解。 同時,直播翼穿插著幾分圓而氣氛,因為三馬日律瑞星似乎向科學家提出未解的新問題。 NASA科學家在直播中指出,三馬日律瑞星在飛越太陽背後之後再次被觀測到。 NASA的光度突然增強,大量揮發性物質噴出,這些現象重新定義大家對瑞星行為模式的認知。 瑞星的碎尾延長了接近10萬公里,形成一個驚人的尾巴結構,而隨隨散開的電章,更加大幅增強瑞星亮度,使得它成為近期夜空觀測中罕見的焦點。 NASA 形容這些活躍行為是不尋常但合理,他們確認這顆彗星表面冰層因為受太陽輻射加熱,導致內部的氣體噴射,但現象的強度超過科學家之前對星際物體的預測模式。 特別是,這種行為在星際彗星中極為罕見,得益於科學日益精準的觀測技術。 NASA 在今次事件中收集到大量數據,可應用於研究星際物體的熱動力學行為和形成條件。 除光度異常增強,科學家還觀察到三萬一粒瑞星軌道發生細微偏移。 NASA 解釋說,這個現象可能是由氣體噴發引致的非引力效應,氣體釋放產生微小但持續的推力,導致瑞星不同於傳統計算模型的移動模式。 NASA 的資深天文學家在直播中笑言, 三萬一粒瑞星似乎擁有自己的意志。 雖然科學家已經將非引力效應成功納入計算模式, 但仍然有細節未被完全解釋,特別是這顆星際瑞星內部物質結構仍然是一個謎。 NASA 使用數號,太陽和太陽圈探測器, 和核佬太空望遠鏡密切觀察三萬一粒,它的尾巴表現特別突出。 NASA 指出,碎尾當中檢測到更加複雜的電章運動, 含有一些少量但重要的青化物,一氧化碳和其他星際揮發性化學成分。 分析顯示,三萬一粒瑞星可能純粹是天然兵體, 但它代表著更古老、更原始的星際物質, 可能來自某個混亂解體的外星行星系統。 NASA 特別強調, 三萬一粒瑞星雖然擁有的特徵相對獨特, 但沒有證據表明它是一個非自然的物體。 所有異常行為目前都可以用自然現象解釋, 特別是因為太陽引力和輻射的極端條件。 不過,科學家亦承認, 三萬一粒瑞星隱藏著人類所無法解釋的宇宙秘密。 三萬一粒瑞星是宇宙送給地球的神秘信息, 縱使它的來歷可尋, 但它背後隱藏的, 可能是星際間最古老且深遠的物質故事。 11月14日後, 三萬一粒瑞星的身異常湧現, 每一條數據都似隱形炸彈, 炸裂科學家對宇宙安全的假設。 首個異常是分裂跡象, 雖然瑞核形是單一體, 觀察頻度捕捉到多重噴流, 瑞核表面出現三至四度裂紋, 釋放出不規則陳埃雲, 這個結構複雜度, 違反典型瑞星的冰凍核心模式。 阿維、立布指出, 這些列紋不是隨機碎裂, 而是情非對稱分布, 此內部壓力積最後爆發, 影像顯示, 陳埃形態如火球般膨脹, 核心高強度反射, 暗示可能有金屬殼層保護, 這個分裂異常, 令人心寒, 如果完全碎裂, 碎片或許會散佈太陽系, 帶來未知風險, 但目前, 瑞星維持完整, 只有表面剝落, 釋放出額外笑意和涅晶器, 比例升到9.2, 這個變化, 挑戰了化學均衡, 彷彿瑞星在自我修復。 第二異常, 瑞星旋轉如火球, 週期僅12-20小時, 軟快於普通瑞星, 陳埃出氣非線性, 疑似呈螺旋噴射, 核心兩度封直達7等, 這個旋轉, 導致負極化尾巴達負2.7%, 違反標準瑞星光學模式, 典型瑞尾應該正極化, 如鏡面反射陽光。 彈瑞脈的負極化, 尾巴結構複雜, 長達200萬公里, 離子尾在太陽風中扭曲。 科學家用之無思維白太空望遠鏡, JWST,分析, 發現旋轉軸傾斜45度, 與軌道不符, 這個異常, 令阿維, 立布在訪談中聲稱, 這個不是自然自轉, 更似機器平直的運轉, 隧核內或許藏有陀螺而。 第三個異常, 是加速跡象, 方向和速度的變化V達60米每秒, 歐洲太空總署, 夜4, 火星數據確認, 瑞星速度從55公里每秒微升到60公里每秒, 無明顯噴射, 但維持非重力推進, 軌道偏移百分之0.15, 違反牛頓萬有引力定律。 阿維, 立布聲稱, 這個加速, 好似隱藏機器引擎, 無自然瑞星的衰減速度, 這個異常, 連結反之前的八個異常, 指向人攻科技可能性, 令搜尋地外文明計劃, 設定, 團隊設夜用無線電掃描, 捕捉到微弱風直, 似脈衝馬, 但尚未解馬。 沙馬日律瑞星在11月14日重新出現後, 科學界和天文愛好者圈子即刻掀起了新一輪的激烈辯論, 圍繞著一個引人心思的問題, 沙馬日律瑞星的異常行為到底是自然現象, 還是某種外星科技的產物? 哈佛大學的天體物理學家阿維, 立布發表新文章, 他再次將沙馬日律瑞星和外星探測器的可能性聯繫在一起。 阿維, 立布提出, 沙馬日律瑞星在經過太陽背後之後, 出現部分軌道偏移和光度異常增強的現象。 這些特徵好可能不是由普通的氣體噴發引起, 而是某種非自然的推進系統。 阿維, 立布還指出, 沙馬日律瑞星表面反射光的特徵和一般星際兵體不同, 可能暗示瑞星表面有金屬成份或者某種光泛技術痕跡。 阿維, 立布認為, 這個瑞星可能是一個星際漂流探測器, 由外星文明設計, 目的是穿越行星之間, 收集數據。 然而, 這個理論迅速引起科學界反駁, 尤其在天文論壇上的討論非常熱烈。 反對者指出, 氣體噴發解釋, 是當沙馬日律瑞星接近太陽時, 冰層會受益溶化並劇烈噴發, 這些氣體釋放可以完全解釋觀測到的軌道偏移和光度增強。 表面反射異常, 是瑞星表面可能是由星際塵埃覆蓋導致, 而不是金屬成份。 目前沒有任何證據和觀測數據, 可以支持沙馬日律瑞星是一個外星科技, 現有的異常完全可以用自然現象解釋。 但即使如此, 沙馬日律瑞星的獨特性仍然引發更多討論。 瑞星在接近太陽後的活躍狀態, 令他成為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對象。 如果喜歡今集, 點讚, 留言, 分享, 訂閱我們, 追蹤更多關於沙馬日律瑞星和其他星際現象的最新消息。